这个民主国家它有个特性 就是会慢慢的在民主的过程中 形成这个逐华统治 就是说有一些大的家族 轮流执政 政党家族 但是潘基温同学好像 基本盘不是很稳固 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政治家 安培晋三 还有韩国政治家 现在的这个嫖什么来着 我忘了 日本韩国的这种民主制国家 都会慢慢的变成这种本地的才华 变成这种对政权的垄断 也是一个不好的期视 民主制度在移植的过程中 往往会跟本土的一些 蔑视相结合 比如说门东方化的国家 都有长期的血炎世袭的传统 然后民主政治跟这个血炎世袭 一旦互相交配了之后 就会杂交出类似这种 安培晋三这样的怪物 所以实际上日本政治 就这么多年来 就是二战之后 大概前面三十年搞的是比较好的 各种突飞猛进 但是之后三十年之后了 就开始变成就是 层层相应了 为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富二代 传富二代的这样子 类似于贵族统治 也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 民主国家的一些表象给迷惑了 认为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有些民主 日本韩国落地之后 它会变形的 当然民主制度本身没有问题 本身每个民族啊 它发展史啊 文明史是很长的 我们中国文明史有四千年 不可能因为突然来了一个民主制度 然后呢 一下子就抛弃了四千年以来的一些传承的 承认